要教導他們其實Digital Transformation到底是怎麼操作的 這一點很多SME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他們就可能就說我開個網站 過後就自然就會有一些銷售 這可能是七八年前可能有這麼簡單 不過現在其實這個時候在網上蠻有競爭的 所以要比較有多一些知識和訓練 去給SME發覺到online的不同 你在收訂的是由馬來西亞全新的財經資訊平台 財經製作的開門建商 在這個節目當中有能傑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討 開門做生意的商機與門道 洪耀你有沒有發現 就算這個行管令之下 大家沒有辦法出門逛街或者是購物 雖然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想要這個時候趕快 盡快的可以出去逛街 在家裡面都在待得非常的悶了 但是即便在家裡面再怎麼悶 購物很像是大家現在情緒的一個出口 我自己在內也是 現在在家裡面都蠻 這個購物的欲望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最近也是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都是包裹不斷的往家裡面送的狀況 其實不只是我們年輕人就是網上購物 老一輩就是他們總會找各種各樣的藉口 去超市場那邊多逛幾圈 反正大家其實始終是有購物的欲望在 但是其實無可否認的一件事情 就是疫情其實是加速了整個線上購物的 這樣子一股趨勢 那根據VISA的調查 大馬在落實這個MCO的這一年裡 人民就逐漸的從實體購物轉向線上購物 數據就顯示說有88%受訪的大馬人 都有使用這個送貨上門的服務 而有高達36%是首次的使用者 也就是說其實這一次的疫情是讓很多人 本來從來都不在這個線上購物的 然後開始去接受這樣子的一種新常態 對啊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疫情雖然是讓我們的生活有很大的轉變 甚至有人覺得說這種轉變是蠻糟糕的 但是它或許是一定程度促進了馬來西亞 數碼化的進程 其實馬來西亞的數碼化 我們算是起步的很早的 大家如果回憶一下 早在1996年 我們的前首相馬哈迪 就曾經推出了多媒體經濟走廊的計劃 但是它在後期很像就發展的 不是那麼樣的理想 那麼根據2018年華為與政府的聯合調查 中小企業後台的電子業務流程 它的使用率很像也不是很理想 只有14%的商家會使用電子化的庫存管理 對剛剛的數據是2018年的 但是來到去年2020年的時候 根據Global Data的網站數據就預測說 我們的電子商務市場估計會增長24.7% 而到了2024年這個市場會達到516億令吉 所以其實它從2020到2024年的 這個預測的成長 CAGR就所謂的複合年均增長率是14.3% 其實是東南亞當中成長相當迅速的國家之一 那其實政府現在也是非常注重數碼經濟 如果大家可以回憶一下 最近我們也常常去推一些電子錢包 比如說Iberia 然後就給很多的錢去Shopee Grab 就是給大家鼓勵大家用這種電子錢包 那電子錢包其實隨之而來的就是 你用電子錢包 然後就很多時候都是跟網上購物有一定的關係 那我們其實在今年年初發佈的大碼數碼計劃 就是MyDigital 就放眼在2025年 能夠開拓50萬個數碼經濟的就業機會 能夠為我國升長總值 佔22.6%的貢獻值 這個目標到底能不能實現呢 我覺得是看起來是很樂觀了 但是我們可能還是請一些相關的業者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馬來西亞電子商務解決方案的提供商 iStore iSend的聯合創辦人 Joe Koo跟這個Tommy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iStore iSend他們其實擁有非常先進的倉庫管理系統 不僅能夠包辦物流 甚至提供電子商店管理等等的服務 它的業務範圍橫跨了馬來西亞 新加坡印尼跟中國 這個時候我們就趕快請Joe 還有Tommy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哈囉你們好 嗨大家好 我是Joe 我是Tommy 嗨二位好啊 那其實聽到兩位的聲音呢 就感覺上非常的年輕 然後也是非常有活力的兩位年輕人 年輕人的創業 特別是在這個數碼的這個產業當中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那想今天兩位來到我們節目一開始呢 就想要請你們來分享一下 在這整個的疫情爆發之後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各行各業都面臨到很大的衝擊 大量的實體店呢其實關門的關門 或者是有一些就轉向了像線上來經營 那麼這種突然的轉變呢 那麼讓許多長年專注在線下的中小型企業 其實老實說很多人是沒有辦法適應的 那麼聽說你們iStore iSense 有別於一般的這個物流公司 你們提供了一整套的一站式的電子商務 解決方案 從銷售整合到包裝 運輸都提供了完整的服務 我想要請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你們如何幫助企業 他們能夠無痛的接軌 完成線下到線上的這些轉型 其實我們公司 剛才你聽到我們是聯合創辦人 我跟Tommy在很早期就已經成立一間公司 2009年 所以我們在這個電子商務那邊 是有一定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一個趨勢 從早期的這個團購的一個方式 從 Groupon Living Social 到後期平台已經開始進入市場了 就是Lazada Shopee這種 現在也算是比較成熟了 就是從單軌道到多軌道的一種 這個環節已經出現了 所以其實早期的時候 做電商可能還比較容易 因為競爭比較低 但是到後期發展 在現在這個後疫情時代 越來越複雜了 競爭越來越高 因為每個人也是要進來 所以它這個單渠道要變成多渠道 過後你的各種各樣的競爭 單位價格全部都需要 做一些比較專人的處理了 所以它就比較複雜了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蠻難下手 需要人專人一些來服務 因為它真的是越來越競爭 沒有競爭的行業就其實 比較容易掌握 但是競爭開始進來的時候 那個專人支出是比較需要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非一般的物流公司 雖然我們的成立是物流公司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 我們從外包物流到外包電商運營到現在科技 都有一定的產品 就是說我們不只是可以在外包倉儲 跟物流管理 幫你們做一些後台的工作 或者是你說現在你不夠人手 你不知道怎麼去 manage 你這麼多的電商商譜 所以你可能需要團隊去解釋問題 我們都有這個服務 最近其實有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一個項目 就是其中一個客戶 它的公司名字叫叫狼來了 Big Bad Wolf 不知道你們有聽過 有有有 應該算是全馬最大的一個 線下的書城吧 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很喜歡在那邊 在24小時的這種Fan那邊就是買便宜的書 所以它的它的其實主要區道呢 在疫情之前呢 其實就是做event sales吧 就是可能九成的它的生意量 在疫情過後呢 當然它受影響是非常之大 當時幸好它還是有另一個區道 就是它自己的.com 它自己成立一個網站開始賣 但是當時它的量單是很少啊 所以疫情過後 它當然是客戶沒辦法買書啦 就要直接在他的.com買 它的那個量開始增長 增長過後雖然是個好事 但是會出現另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你的倉儲啊 你的人員啊 你整個東西都是就是built for offline 不然間你要轉型成一個built for online 你會感覺到有些很多很多東西都不是很適合 系統啊幹嘛都沒有什麼做連接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很多那些manual work 很多那些你需要自己就是人力成本高的東西要去做 所以我們當時接到這個單的時候呢 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們對這個郎萊勒品牌其實有很喜歡這個品牌嘛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真的就不錯了 它當然它的挑戰就是比較極端一點啦 它的庫存比其他商家都多 因為它是做書的嘛 書的那個單品量可能上到10萬 所以它的庫存是非常的繁雜 要在短之間怎麼去解決其實是一個挑戰啊 還有一個挑戰是要非常短的時間 在兩個月的時間裡面幫忙他們 書版化他們整個管理嘛 這個庫存管理啊 物流管理啊還是幹嘛的 所以這整一個配套 我們幸好都可以做到了 就是在兩三個月裡面 把他們整個倉儲啊 物流啊 後台的一些東西連接起來 不過幫他處理他們的這個訂單哦 剛開始的時候訂單可能是一天 可能就是一天本書吧 很開心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去年的雙十億的時候 它創造一天十萬本書的一個銷售量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個很成功的一個轉型的客戶 所以我們就是主打呢 就是說我們用系統我們的經驗 可以幫客戶取決一系列的一些 從線下轉換成線上的一些問題啦 因為我們經驗也算是比較豐富一點 所以從科技啊 從外包物流啊 從外包電商啊 我們都有辦法 聽起來就是其實你們就是 幫助很多 尤其是之前在疫情之前 線下的這些客戶 然後變成是線商 讓他們在進入這個電商管道當中 有很多的這些便利跟方便的這個法門 那其實就是我們剛才有講說 你們是怎麼去做的 但其實在從線下轉線上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那個優勢是什麼 比如說可能它就不需要有這麼多佔據庫存的地方 那你們可能可以提供一些更大的倉庫 給他們可以減少租金的依賴 其實這之間的轉換它的那個收益會是什麼呢 其實減租金是一個優勢 我最主要其實就是庫存 因為如果你是走offline線下的話 每一次你開一個店 你一定要有庫存 對嗎 所以你開10個店 你就要10個店的庫存 然後過後另一個東西就是 可能你每一個店 所好賣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 對啊 所以還在當地人往下賣 買衣服的時候 可能會去店A 可能那邊的人比較喜歡灰色的衣服 對嗎 像所有的灰色的衣服都會賣完 像店B可能比較喜歡黃色的衣服 所以黃色衣服賣完 所以你去到 反正黃色就在店A是 沒什麼人買 那你又有多餘的貨在店A的 對嗎 怎麼把這些庫存 可能你去到那個店B 你就要打電話 然後去找店A拿過來給你店B 就是說你的庫存是沒那麼流動性的 所以每個店會有自己的庫存問題 但是如果你在網上賣的話 所有的庫存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頻道賣 你可能在拉薩達賣 或在Shopee賣 也是同一個庫存 所以你的庫存的流動性是比較高 你可以把你所擁有的灰色跟黃色的衣服 一次過都是在所有的軌道上面賣 所以這一點就使到你的庫存量 或是庫存風險是降低了 所以租金也是個優勢 人工資源某些方面可能也會減少了一些 就是說可能不需要10個店去有人去管理 所以這管理費管理層也是可能比較少 所以可能營業方面的成本資金可能會少了一點 不過最主要我覺得是最特別的一點就是 庫存流量流動性是比較快比較高 所以這個重點還是在庫存上面的管理 我相信這個也是很多的中小型企業 他們比較在乎的一個pay point 你說租金的話可能它是會有所的 幫助他們去減低這樣子的壓力 但是我相信現在我們中小型企業面對的壓力 是遠超過於租金的 所以你們的服務是對他們來說 是可以去解決掉他們更多的這些的痛點 那我就很想要問你們 那租金對你們來說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呢 那對於你們的整個的運營的成本裡面 租金是不是最大宗是最大的一個成本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這一點 其實租金還不是最大 租金也是蠻重的啦 當然因為我們就是做物流的嘛 所以走不了就是需要地方嘛 倉儲 但是其實最大的費用消費還是在人力 人力還是我們最核心的一個成本 所以這個還是最大的一個費用 那其實我們現在面對到這個疫情的狀況 然後大家可能不管是做物流的也好 或者做倉儲的也好 面對很大的壓力 因為大家都瘋狂的在購物 或者是說這個銷量都瘋狂的變高了 那你們現在面對這種倉儲跟物流的壓力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樣去解決跟面對的呢 會不會晚上睡不著覺 然後或者是很多的客戶打電話來投訴等等的 你們是怎麼面對這些問題的 這一個是比較應該是難所欲免的嘛 對嗎 因為是肯定是那個我們是不是說 Demand是增加了 Supply反而是更加少了 因為我們也是要配合政府規定的一些SOP 對嗎 大概比如人工是可以有60% 對嗎 然後過後要有Social Distancing 所以導致上我們那個Capacity 是一定是有影響的 是多還是少 這樣我們解決的方式就是說 我們拿到Permit就是可以就是24小時開貨倉 然後過我們也會跟平台配合 跟顧客們他們也是配合 就說可能給多幾天的時間去處理人的包裹 然後也會跟顧客說可能跟他們的買家 就說可能會有一点稍微比較長一點時間 才會收到貨 就是說只是說是配合啦 跟葵道品牌們配合 跟Customer他們也是一起配合 然後去看 去marish這個expectation 真的大家都辛苦了 真的其實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那種終端的消費者 他沒有辦法想像這件事情 他就想說我之前買個貨三天保證到 現在突然間延棄了 他就把壓力賺給這個賣家 賣家就找iStore iSend溫化了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惡性的循環 但是聊到這個員工減少 對吧 60% 那其實就是在談我們在整個經營的系統當中 特別是一些電子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們是有一個怎麼樣的盤算嗎 因為我看你們的官網 你沒有說你們有 real time inventory update omni channel order fulfillment order returns management 這一連串的運營的體系 是不是有幫助到你們說 其實是可以降低對人力的依賴 反而是用更多的電子化的方法 來運行你們物流的運營呢 嗯這個我說吧 其實這個是其中是重點之一 就是因為受到疫情的一個啟發 所以我覺得automation 應該是一個其中大家都在想到的一個事情 就是怎麼樣利用技術或者是機器去協助 我們去做一些事情 它不是代替它是協助 因為每個我們 我很難說想像到是完全機械化了 因為這個成本的跟那個整個環節它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不是代替它應該是 你懂啊 增強工作的一個效率 開始我們才有一個客戶 我是比較喜歡 就把我們客戶的那些事情分享給大家 其中我們一個客戶是Mr.DIY 他們呢 是part of the project 就是把它的整個線上的那個倉儲 有一部分的是變成這個automate的 所以就是你們所謂看到的那個會移動式的那種racking 它不是人去撿貨 那個貨是跑過來給人撿 所以它真的可以提高到這個環節的一個效率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一個趨勢啊 在物流方面的 倉儲方面的一個趨勢 好 因為今天我們真的很難得請到兩位呢 真的都是就是捲起袖子 然後真實際在操作的業者 所以我們來談一下關於這個政府的一些角色好了 那因為馬來西亞政府也是不斷的在大力的推動大馬數字經濟這一方面嘛 然後其實我們也看到有一些努力 包括了像有MDAG就是馬來西亞數碼經濟機構 還有我們有看到SAG就是中小企業 電子化援助金等等啊 所以就是看到政府是又出錢又出力 但是其實我們也看到國外有很多的例子 他們就希望說政府你不要管太多 你就把政策做好了 你不要出力最好我們自己做 所以這種的心情 其實我不曉得在馬來西亞的業者是不是也會這麼想呢 那想要請問二位就是你們覺得政府 除了出錢之外 那有什麼地方是你們覺得它還可以再改進的 或者是再來協助你們的 其實政府的確是蠻支持Digital Transformation 出錢也出力是對的 不過其實對上加來說是 可能是除了錢跟利方面 可能要教導他們其實Digital Transformation 或者是e-commerce 到底其實是怎麼操作 這一點很多SME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他們就可能就說我開個網站 政府說出錢開個網站 過後就自然就會有一些銷售 對嗎 其實因為這可能是七八年前可能有這麼簡單 不過現在其實這個時候在網上也是蠻有競爭力的 所以我覺得要比較有多一些awareness跟training 去給SME去發覺到online的不同 然後有另一點其實很重要 其實其實你要現在做網站的話 是有個investment 一定要投資 對嗎 不是說當然開個網站 然後這一點很多SME有可能自償的不了 又要投資的online 對可能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offline那邊也是會有一些比較困苦一點 對 所以那個support不只要金錢上 也是要有一些比較initiative 去說去幫SME去真正的去了解 其實做online需要的不只是錢 不只是利 人力也需要時間 時間這一個是可能金錢買不到的 是一定要時間去培養 不過我們在我們的顧客群裡面 也是看見了許多成功和失敗的例子 好像我們有個顧客 就是他是做applecrumbia fish 他是賣嬰兒的尿布 跟嬰兒的baby bottle baby lotion這些 他也是花費了很長的時間 我們看他就是這三年裡面 真的是的確的成長了好多好多倍 他們投資的時間人力是不小 尤其是時間 因為也要自制到一個認識度 對嗎 這些東西是需要時間 所以可能政府方面可能說 可能要去考慮這一個方面 看看怎麼去支持 其實講到就是你們都分享了很多 你們客戶成長的一些經驗 特別是這次疫情 那你如果可以把握到線下轉線上 可能你的這個銀耳 就不只是不會受到影響 反而是有增長的這樣的趨勢 那其實物流或是i-store i-send 其實在這一年當中 我相信疫情對你們來說 應該整體來說 雖然會有客戶投訴了 但整體來說 你們的需求跟地賣 應該是比較是變大的 應該是疫情受惠的其中一個行業 那據我們的這個研究知道說 今年初你們其實接受到了 550萬美元的這個融資 那其中一個投資者是來自這個Easy Parcel 他也是這個電子商務的這個業界佼佼者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對你們公司的發展來說 這筆資金融資得到之後 你們跟Easy Parcel之後的合作會怎麼樣呢 然後你們對於自己 i-store i-send的這個業務未來的擴張 有什麼樣的想像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好的就是我們開心 就是說我們今年融資嘛 因為你如果看我們公司的成長率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是一個好像類似其他startup 就是我們潛伏期其實蠻久了 就是我們做了這行都做了至少10年嘛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跟Easy Parcel合作呢 其實就是因為有共同的想法 跟一些理念想要去做到的 所以其實我們跟Easy Parcel的創辦人 算是朋友 所以我們談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最初做這件事情是為了什麼 對他的理想和夢想是什麼 我們想要幫助更多的中小企業 跟幫助各種企業去轉型 就可以看到其實 他們做到一個比較可以讓商家 比較放心的地方 就是他會自帶一個自己的物流的設備 他就是整個物流設備都已經解決了 所以商家只要只管賣貨就好 其他事情他們就解決了 只有你在他平台上面 你才可以享受到這個優惠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是一個 limitation 我們可以怎麼樣反思說 既然在平台做到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功能 物流的功能 整個不需要 不要去想 後台操作這種東西 把它帶成各種各樣的中小型企業 只要他自己是他在線上.com 還是在面子出賣 還是在各種各樣的渠道賣 都一定是限制在平台上面來 其他的渠道方面 物流是怎麼樣配合 是怎麼樣可以做到這個角色 這個就是其實我跟 我們跟Easy Passel 在探討的一個領域 就是說我們可以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當然我們有一些比較獨特的想法 所以在未來的幾個月可能可以比較大膽的去跟大家分享 現在還是在一個嘗試的抹合期 OK 我相信在初初在拿到融資的時候 肯定是要跟投資方有更多的磨合還有討論 那我相信這些討論的重點 其中一個當然就是後疫情的時代 我們常常現在就已經在討論說後疫情 疫情結束之後 這個世界又會怎麼樣的轉變 它會變回像我們疫情之前嗎 還是它會再展現一個不一樣的局面呢 那也有人想像說這個疫情結束的時候 可能大家又會回到線下逛街購物 我自己倒不是真的這麼認為 我覺得說已經養成的這種線上購物的習慣 其實你要再打回來的話 似乎也不太容易 除非說線下的商店又有一些不一樣的巧思 但是這些都是我個人自己的猜測 我們對未來怎麼樣都說不準 可能業者像Joe跟Tommy可能眼光就會比較準 所以在你們的眼光還有估計裡面 你們覺得接下來這個市場會怎麼改變 然後你們又會做出怎麼樣子的應變措施 去面對這樣的改變呢 其實我認為人是喜歡出去的一定是 比較是Social Animal 對嗎 對我們可以看MCO1跟2跟3之間的 沒有MCO是大家也是一窩蜂也是會出去出門的 只是說出門跟購物是兩回事 我有可能是去逛逛街 而不是在購物 對嗎 講過這MCO3可能越來越多人 只是會去到實體店去做實體的經驗 是Physical Experience 所以那個Storage變成一個Experience Store 但是可能你會拿出你手機在網上買 因為你會看到價錢在網上可能會比較便宜一點 對嗎 或者是比較方便一點你會去買 所以這個購物網上購物的話 是我覺得只是會越來越多人過著這個疫情 也是越來越多人會保持這個習慣 不過也不代表是完完全全已經變得online 對嗎 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的比較發達的國家 offline的確還是在存在 購物 然後我說購物的behavior 就購物customer behavior buying pattern的話 其實我這個我也是會分享說 每個人有自己的buying behavior 如果你是喜歡offline買東西 你過了MCO你還是會去offline買東西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online買東西 你過了MCO過後 你還是會在online買東西 對嗎 然後有些東西可能offline買是比較適合 compared to the online買 是比較適合 對 所以各種各樣的因素 不過的確是越來越多人會比較online買東西 然後也是說這一塊就是越來越會發達 只是到多少percent of retail 這個也不敢說了 對 但肯定會比現在多 肯定會只會增加 而不會減少 所以這些很多這些公司們 或是品牌們的確是要準備去面對說 online retail是會越來越重要 因為尤其是年輕人 比我們還年輕的那一代 是手機不離身 所以肯定肯定會更加在網上買東西 對 因為連payment也越來越方便了 以前就說你要有curry card 信用卡才可以買 現在不需要 你是可以maybank to you 直接就進你的maybank戶口 然後就transfer money了 對吧 這個就完全沒有年齡的限制 所以年輕人會反而越來越會習慣 是online買東西的 所以很多公司就要準備 不是服務我們現在這一代的customer 而是下一代的customer 所以這是我個人意見的 認為是他只會成長 嗯 Joe呢 Joe對於未來的發展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補充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電子商務 肯定是占据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吧 它其實是真正的一個核心競爭的 其中一個需要考慮的元素 它已經不是說你只能說它是佩戴的 你要去考慮你線上怎麼樣去走 不過剛才Tommy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美國在中國都看到了 就是說很多人就是把他十幾天 把整個體驗店了 他其實不是 他只是把競爭 他只是把競爭的透明化 你本來就已經有這種現象 就是說其他商家賣的比你便宜 這肯定有了 只是說當時沒有這麼容易去找到這種 這種資料 現在呢就是直接上了Zad 可以看到 其實還有20個賣家賣一樣的東西 同款東西 在哪裡 所以他們就會開始比較會去做這種 可能之前比較比較難吧 所以現在就更容易了 所以你這個在線上的呢 你要去考慮說 我賣的是什麼 是服務 服務是什麼 我的核心是什麼 所以這個我們是賣給客戶 是一個方便體驗 怎麼樣呢 你要做好了 如果你只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店面 只是一個放 這個放一個物品 給人家買東西的一個 的店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一個店 那麼真正的要去考慮的就是說 在店面賣的是什麼 我賣的是個服務 我賣的是各種體驗 如果做了到位的話 其實價格 像差不多幾塊錢 不是很大的因素 他其實還說 我們可能安心一點 因為這個銷售人員 他可以 我可以跟他談得來 以後有事情他可以負責 因為這個還是有 要有一個trust的element 所以這個做得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兩位的觀察 都真的是很有啟發性 特別是這個店面 日後的這個發展 可能就是一個display room 然後呢 我們現在店面 可能有很多的服務員 他都不在店面了 他可能就變成是online的服務員 然後iSo iSend 可能你們就是做 所謂的後台的服務員 那如果線下的店面 你都會請 你要門面要做得好啊 要給客戶最好的體驗啊 那如果在online的市場當中 或許其實中小型企業主 可以這麼想像 就是你在online的部分 那也是需要所謂的 這個專業的這個服務員 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iStore 你們從2009年成立之後 其實過程中有 尋找一些外界的幫忙 我們就知道說 你們跟endevil 其實是有一些相應的合作 他沒有提供你們一些培訓 跟提供你們一些發展的資源 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跟endevil這段日子的合作 有沒有一些些的收穫呢 其實endevil是我們 我們大概三年前吧 三年前的時候 開始認識了一個組織 所以當時我們跟其他創業者 一樣在想 哎呦我都沒有時間 我的時間和精力都全部放在 這個生意上面的 哪裡可能還有精力去做一些 參加一些其他的那些組織啊 還是什麼 就覺得好像不是很有時間做的事情 不是很重要 當然那是機緣巧合之下呢 我們真的是有嘗試去看一下 這個組織是怎麼樣可以幫到我們 所以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說 哎你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給我們 可以幫到我們的一個想法去進入 過後到後來呢 我們發現到其實 它的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有很多生意人 就是自己都是創業的 在裡面 它就是 它是由創業家成立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到 其實最大的優勢呢 我覺得我本身覺得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是一起交流意見的一個平台 過後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說 哎創業家就是天生的 他們都是天生的創業家 他們都一生出來就很有領導人力啊 很多很有想法啊 其實那個是一個錯覺了 我可以很實現告訴你們 我跟Tommy呢 這成長就是跟公司一起成長 我們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需要被輔導 跟被 就是需要一些比較有經驗的人 是告訴我們怎麼走這條路 因為這條路沒有走過 你是其實真的還不知道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個有經驗的人 可以有經驗走過這條路的人 去分享它一些成功跟失敗的經驗 它其實是個五價的一個東西 它可以把我們減少一些歪路 這個其實很重要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最大的優點之一了 所以這個Tommy呢 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Endeavor對我來說是一個 就好像Joe說的 就是季節交流的organization 對嗎 因為Endeavor大多數的成員 都是自己的創業者 所以他們也是明白 創業者會經過的那些 不只是生意上的問題 而是可能講一句是人生上的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可能 而是錢買不到的 是經驗嘛 對嗎 是經驗 所以他們會分享 因為其實大家看 創業者生活是還算是蠻不錯 其實是後面是 的確是有很多問題是要克服的 Endeavor本身他們也是會 就是說去說去分享 因為他們的確是有些人是可能 是經歷我類似的那些問題 或是類似的experience 所以這一點對我來做是蠻重要 因為他可能不了解你生意 但是他可以幫助你就是給你認識經驗 對我來講是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也從他們那邊已經學習了很多東西 不只是生意上 而是說是entrepreneur spirit那邊 也是學習了很多 OK 其實我們就是發現說 從二位的分享裡頭 這個創業會遇到的問題 可能很多時候跟我們人生會遇到的問題 是很接近很相似的 那除了我們要堅持之外 我覺得堅持是不夠的 你真的是要去想辦法 或是向別人徵詢一些意見 然後去學習如何的去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今天我跟聽到二位的這些分享 我的另外一個感想就是 其實團隊協作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人腦袋想不過來的事情 其實如果有團隊大家一起集思廣益的話 互相的把自己的優點跟長處拿出來 我相信這個企業才能夠更好的去成長 今天也非常感謝這個Joe跟Tommy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非常謝謝你們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這些電子商務轉型 還有就是你們 i-store i-send 在儲存物流頁 跟這些怎麼樣去運送我們這些貨品的一些經驗 我們開門店商是由財經製作的節目 你可以在財經的網站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收聽我們的節目 這個節目每週一到週五每天準時更新 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意見都可以PM到我們的臉書專頁 我們下期見